国际礼仪第一章第三节 第三节里面我们要说的是国际礼仪的重要因素 在国际礼仪重要的因素里面 我们包含了传统礼俗 风土民情 宗教信仰 生活习惯 以及文化背景 我们知道传统的礼俗 礼是天地跟人文社会文明的一个自然法则 由礼而衍生的礼法 礼俗便成为一个文化的一个核心基础 所谓礼者天地之序 故礼俗礼法形成所谓的一个礼仪礼节的规范 而形成待人处事人际关系 社交往来以及职场关系 甚至国际交往的一些秩序 我们说礼制 这个礼制加上各地区生活的习惯跟族群 或者是宗教信仰的形式 便构成了各国的一个礼仪跟规范 因此各国的礼仪有一些差距 但它基础 这个位于这个礼俗礼法的一个行为规范是一样的 因此礼仪就是各国文化生活的一个一部分 再来我们说的一个风土民情 风土民情其实就是各地居民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 对于一些这个生活方式的节庆啊 习惯啊 我们又称为它是一种生活的一个礼仪 那对于民间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跟惯例 以及行为规范 对于世界各地的一个习性不同 因此在这个十一住行娱乐方面的一个礼节跟规范 也有所不同 自古啊 我们各国各地的各地区的一个礼仪的一个演变 是由贵族一直演变到平民 所谓的一个宫廷礼仪衍生到这个民间礼仪 然后从高贵变成世俗 因此呢 这个生活礼仪指的是大多数人主要的一些生活方式啊 然后适合这样当地的一个风土民情 另外我们说的这个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不论是东西方的礼仪 包含一些民俗的活动 信仰仪式 都其实直接跟间接会接受到这些宗教仪式 这些信仰 自古我们说 祭礼 葬礼 上礼 婚礼 或节庆的这个仪式呢 到现在所谓的婚丧喜庆的活动 多多少少其实都跟宗教的一些信仰或仪式有关 比如说我们的佛教 道教 印度教 对于东方礼仪 天主教 基督教 对于西方礼仪来说 或者是回教对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礼仪等等 它的这个影响都非常的明显 可见呢 宗教信仰对礼仪文化的冲击呢 非常的明显 再来我们说的一个是生活的一个习惯 生活的习惯呢 来自于呢 这个社会习性的生活的一个方式 工作 交往跟风气 所形成的一个习俗跟特性 也成为社交礼仪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源泉 许多社会的一个观念 社会的风气 跟社会的这个时潮 其实会影响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进退 以及人际间交往跟社会交往的一个礼仪方式 再来我们说这个文化的背景 不同的文化产生的这个生活习性不同 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国家 我们说文化的一个形成其实是一个 从以前到现在 它只要生活的习惯 然后呢 依照这个当地的一个特色 依照当地的一个习惯所表现出来的方式 我们都可以称为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背景 那为什么要有礼仪呢 我们要获得别人的肯定 我们要融入这个社会的生活 就必须遵守若干的一些习俗 当然这些习俗就是所谓好的一个礼仪 那我们在学习礼仪呢 这个当然我们要有一些好的态度 所谓一个彬彬有礼的态度 当然这个态度呢你必须要发自内心的 然后才是这个文子彬彬 我们最忌讳的礼仪是心灵很坏 然后呢你却常常呢 这个隐君据点啊 是一个带着笑脸的伪君子或小人 这样是不太好的 那我们说 每一个国家都有它不同的一个多元的文化 我们要尊重多元 各国的礼仪呢 它都有不同的特性 因此呢我们尊重它的一个优点 所以我们其实也很鼓励学生 所谓的行万礼录读万卷书 那行万礼录你必须要尊重多元 那排斥自我的一个礼书的一些优越感 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印度人 他是用手吃饭 那在印度来讲用手吃饭是他们的一个习俗跟方式 那你也不可以觉得我们拿筷子的或拿汤匙的就比较高级 因为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文化 所以我们其实是要这个要尊重的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国际礼仪对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其实人是群居的动物 无法离群所居 那我们呢 这个不应该呢 要妄自菲薄 我们不可以不可以觉得这个欧美国家的礼仪就是这个比较高级 然后呢 我们把自己的一个传统的这个礼书呢 弃之如必喜 举个例子 曾经呢 有这个朋友结婚 这个父母亲呢 希望他这个结婚的方式是用这个传统的形式 那因为家里可能住在乡下 他就会希望请歌舞团来表演 那对这个孩子来说 他受的是西方教育 他觉得这个请这个歌舞团来表演是一件相当丢脸的事情 因此呢 这样子的一个婚礼呢 就因为跟这个父母亲呢 要举办的形式呢 这个搞不定 父母亲希望呢 热热闹闹 因为在当地呢 你请歌舞团来表演 才是这个热闹的表现 觉得是非常有诚意 而且大家都喜欢 可是对孩子来说 他受了西方教育 他觉得这样子是非常不入流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表现 然后在婚礼上 他觉得这个非常的吵闹 他觉得非常的不应该 那于是呢 这个跟这个父母亲呢 闹得非常的不愉快 所以其实我们说 这个我们要去取得一个平衡 取得一个平衡跟尊重 那在礼仪方面呢 其实他真的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但是你自己要懂得去沟通 懂得去沟通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国际礼仪对我们个人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影响 所谓的一个礼仪形象指的就是社会对我们个体的一个礼仪的规范以及我们表现出来的一个修养 跟这个印象的一个总和 那当然包含我们外在的一个形态 容貌 穿着 举止 那我们的这个印象呢 是怎么样子的 你一定要知道 那礼仪形象呢 他反映出一个人的教养 数值的高低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呢 散发出来的讯息在人际交往之间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个区块 很多人说 我们看这一个人往往在黄金的这个前七秒就可以看到 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一个对他一个人的印象 在心理学里面我们有一种知觉效应叫做叫做晕轮效应 也就是说 你给人家的第一印象非常非常重要 比如说我们在求职的时候 或许你代表公司在谈一笔生意 但是这个第一印象往往关系着你的这个这个 这个谈论的这个案例的成功与失败 其实它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潜在因素的 所以呢 人们对于人们对于整个印象的形成其实是透过感官跟感觉去察觉对方的 因此呢我们说我们要这个加强自己的一个修养 培养很好的一个礼仪规范 整洁大方的一个仪态 得体的言谈 以及这个高雅的举止 跟良好的气质风度 可以达到你这个社交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再说这个礼仪的这个形象呢 包含哪些 我们有包含家庭礼仪 社交礼仪 以及个人的日常生活礼仪 另外我们有谈到公务 还有礼仪文书商务礼俗等等 那我们再说这个礼仪的形象价值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礼仪的形象塑造是由人自己这个本身所所定定的 那我们人呢 其实是在这个社会上的一切总和 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作用 那你还是要把自己的一个精神表现出来 那礼仪的形象呢 也可以唤醒人性的一个尊严 使人更具人性 怎么说 我们在这个礼仪之所以 就是把我们人跟动物做一个很大的区别 我孟子曾经说过 他说金之学者是未能养 自于权者皆能生养 不敬何以别乎啊 这个孟子很早的时候他就说过 我们人跟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 我们人懂得尊敬别人 有恭敬之心 礼也 而尊重呢 这个是礼仪的核心的一个内容 其实我们说讲来讲去 礼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尊重 然后呢 懂得自我尊重 然后呢 你也要尊敬别人 我孟子呢 对礼的解释就说 自卑而等人 这个自卑指的不是藐视自己哦 而是呢 你在任何的时候 都把自己呢 看得比较淡一点 那常常把别人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说礼仪呢 他是讲究一个秩序的 比如说我们下级对上级 晚辈对长辈 主人对客人 其实都要恭敬 那这个凡是认同的这些人 你在实践上 你不管你在你的人格 你在你的人性上 你都可以发挥到极致 那礼仪其实就个人的这个形象来说 他也是一个唤起人们对美的一个追求的一个方式 因为礼仪是我们人类社会实践的一个产物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跟交往的过程 为了要保持社会的一个正常的程序 而形成的一种规范 那在这个形象 在客观上呢 怎么样可以引起人们这个 有很舒服很愉悦的一个感觉 所以呢 我们说礼啊 是真的是怎么样去激发人 人们对美的一个追求 其实大家人都很正常 喜欢看美好的事物 那所以呢 这个对美的这个追求 其实不是现在才有 从早期的原始社会 人们对美的追求就很积极 当然了 随着现在社会的发展 这个美啊 是越来越被人们重视 因为它其实是我们生活里面 精神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那我们说礼仪对人的一个言谈 举止 仪态 仪表 都有一些形式上的一些规范 包含我们该怎么做 该怎么拿杯子 该怎么吃我们的餐具 那拿东西的时候呢 怎么样的动作是优雅的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综合的印象 包含我们的思想品德 性格情操等等 这个呢 包含我们个人的一个内在的品质 以及我们仪态仪表的一个外在的因素 曾经呢 有人说美跟道德是亲姐妹 他说如果美是道德的象征 追求美的话会让人的精神更美好 这个心理更纯正 所以我们就说礼仪的形象 其实就是从审美的角度 我们来感染人 来吸引人 我们使人在这个潜移默化中呢 桃养我们的性情 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进而你可以去影响别人 然后我们达到我们人格完美 其实这就是一个礼仪的一个魅力 所以礼仪其实它是综合人类的一个思想的智慧 所创造出来的一股力量 那有助于我们人类的一个生存跟相处 也有促进于这个社会的一个进步跟发展 所以呢 良好的一个礼仪形象可以让人让人们感受到是很舒服的 很开心的一个情绪 而且呢 进而呢 得到一个很积极的一个态度跟行为 然后呢 使我们在我们交往的对象的产生认同 然后呢 达到我们成功的一个目的 所以礼仪的形象塑造 无论在任何复杂的社会关系中 或者是在物质的关系中 不管是物质跟精神的 其实都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社交行为 才能表现出来